不違反意願 不聽從自拍 不倉促轉訊 不轉記他了 不取笑被害 要告訴市長 要截圖存證 要記得報警 要舉報對方 反讀 反霸凌這一塊 甚至我們的教官都非常著墨非常多 然後活動裡面的話 我們不管是文藝展演 或是體育上面的活動 我們都有在進行這些議題 融入進去 因為現在網路的使用 在學生之間是非常的廣泛 也非常的頻繁 那我們也是希望學生 他能夠學習正確的網路科技的運用能力 網路是他的助手 但不要變成他學習上的一個阻礙 那也不要去誤出一些違法的事項 或者是把他個人的影視照片 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就外流 這對孩子的身心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宣導主題 著重在網路數微信包裡的一個防治 那希望孩子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掌握市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歡迎收看市政三分鐘 隨著開學季來臨 台南市政府交易局推動 友善校園州 讓反黑反毒反霸凌 及性別平等的觀念 融入日常生活 本次宣導重點 防治數位性別暴力 是透過五不四要的口訣 提醒孩子自我保護 接下來我們來聽聽教育局長怎麼說吧 對於現在所謂時下 所謂網路的這個霸凌 那其中當然對於同學之間 如何這個相親相愛 不要發生前陣子大家所關心的 那麼集體的去霸凌 某些同學受到傷害 我想這個是在青少年的階段裡面 容易這個情緒衝動 那麼就造成一些憾事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這一個部分 請老師呢 能夠特別常常提醒我們的同學 也請父母來關心我們的孩子 那麼集體用所謂的關心 尊重 那麼包容 那麼這樣的心 持續的提醒孩子 其實在同學之間呢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相處機會 我們常常說 這個同學啊 是一個最寶貴的資產 那麼透過在學習階段 結交好的朋友 不准在課業上 那麼能夠獲得協助 在這個心情上面 那麼也能夠相互的支持 我想這才是一個友善校園 蠻重要的一個所謂價值 接下來請收看中家新聞 大家好我是秦碧荃 歡迎收看中家台南台風新聞 會有一連傳的新聞報道 帶大家的作為來關心 南台灣每年十二月到 幾年三月的這段期間 因為大期擴散不好 加上環境來多無厭 空氣品質常常紅頂 讓公民團體非常煩惱 如此鼓勵的空氣 會對小孩發揮各方面 造成真不好的影響 對觸台南空氣無厭自救火 也有一小民產情歐巴桑聯名 台南慶祝共學團 台南社區大學 修理科醫生 這會調整記者火 向政府傳達他們的訴求 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 幾乎時時刻刻都是在呼吸 這本來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因為空氣污染的問題 卻使我們的每一天的生活 連呼吸都覺得惶惶不安 我們團內有媽媽說 我不會給孩子吃有毒的東西 但是空氣有毒 我卻不能叫他不呼吸 我們覺得這是小民的無助跟無難 所以改善空氣污染 找回潔淨的空氣 以及為市民跟兒童的健康把關 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施政責任 為什麼孩子會特別容易受到空污的影響 一來是因為孩子的呼吸速度比成人的快 身體容易吸入更多的污染物 第二是因為孩子的個頭比較小 生活的空間接觸比較接近地面 那許多的污染物其實在地面的 接近地面的濃度是最高的 因此籠罩全球的空污問題中 其實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空氣污染除了影響孩子的肺部之外 也對腦部會產生悠久性損害 希望我們台南市大家長黃偉哲市長 能夠更積極地去聯繫 跨縣市的防止空污的聯合協作平台 要有積極地作為 第二個要督促我們的教育局 我們的環保局 特別是環保局在一個數字上的提供 不要過於美化 我想數字會說話 而且空污它不是看平均值 它可能集中在某幾天 那幾天對人體的傷害就相當的大 第二個針對教育局 我知道教育局有這一個 因應空污的措施 但是這個實施的結果到底是如何 那這個環保的這個效果是如何 這個東西要對民眾做個交代 台南空污人操作力不良 讓這麼多家長擔憂孩子健康問題 這支處聯合起來 向政府提出他們的訴求 就是希望市府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 典開這個作為 台南市民 張碩維 蔡鳳伯德 由台南市文化築善管理處主辦 兩年一次的印台南無隱藏 台南市文化築善亞雄競賽 是後來接受的文化築善的亞雄比賽 主辦單位除了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將這些定規的文化築保存下來 也是期待有更多人可以實施這些文化築善 從2005年開始古板到現在 已經保存超過百部的亞雄 今年的競賽也正式來電開 這次總共的總金有割達45萬 第一名有15萬 全團記者會當中 市長恩維特也要請傳台灣對亞雄創者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擁有來參加 今年是第四屆 我們期待台南作為一個文化古都 它的這個文化資產 不管是有形的 不管是無形的 不管是具象的 不管是習俗的 都是一個豐富的素材 能夠提供給我們許多影像工作者 一個最好的一個拍攝的紀錄的方式 能夠把它留下一個完整的一個紀錄 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不僅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過去的 不管是香科也好 或者是歷史建築寺廟建築也好 也是透過一個影像 能夠得到一個更新的詮釋 文化教長葉哲三也表示 今年剛才是台南的香科年 外黨對現代開始很怕 對到那個紀錄文化資產的參賽者來說 這也是最好的主題 今年是台南市的大科年 很多的寺廟 大概從下個禮拜 征戶宮 長興宮 那台江銀神祭 那土城聖母廟的陶神祥 包括台灣台銀神祥 都陸續就要開始開展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間點開始增見 其實也是讓喜歡 從事這些無形文化資產 紀錄的朋友們 有了最好的一個素材 這次的比賽 真正的時間對現代開始 一直到6月30號航空5點 相關的竹筍也能擦 印台南無隱藏的粉絲頁 但新聞郭伯義 你拆紅不得 尋著大小朋友 嘉雅日本漫画 酒品商品專門店 像是共和國 目前已經來到台南的百歲 開到第一間店 觀眾朋友 如果是嘉雅龍貓 神影少女頂漫画 都可以在這裡 找到相關的酒品商品 我們限定的商品呢 其實有這個木製的 非常精美的 也是神影少女的 木製的一個 這個先行販售 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在那邊 看到木製模型 然後再來是 桌邊的掛包溝 還有一些龍貓的 托特包束口袋 還有一些那個鈣毯系列 那這些都是限量商品 對大概就只有 每一種品項都大概是 100多個這樣子 有了慶祝修廚來到台南開店 像是共和國 特別幾個台南專修的 麻雅類頂好康 要來花開社會者 贈品我們的活動 我們選擇台南市市徽 因為台南市市徽 是雙色的 所以我們是採用了 這個雙色的設計 這在台灣是第一次看到的 那我們選擇了三種贈品 所以五百塊一千塊一千五百塊 只要你就是消費滿這個 金額都可以拿到這些贈品 像是共和國 將在18年正式規模 在規模期間 店家有退出麻雅類 以及加價固定 非常適合的 吉普利工作時作品的朋友 去現場順暴 台南新聞張索偉 蔡鳳報德 長期到日回家創作的藝術家 黃宜文老師 每一年都會跟他的砍手 康月族老師 共同骨板 桃花相依的電欄 今年他就千杯千杯為主題 現場展示了各種地名的藥材 跟像黃宜文老師 用最簡單的杯子來做典篇 讓參觀的民眾 都可以在這裡 形象不一樣藥材的特色 現場也準備了各種藥材的 這次最主要是 幼藥的一種介紹 跟大家介紹一些陶瓷的幼藥 陶瓷除了造型本身 幼色其實是佔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這一次用最簡單的造型 就是說最無聊的 大家沒有什麼型可以看 當然就要看那個 注意它的幼色的 一般人可能對幼色的一些獨特性 不同 所以我才會做一些海報 簡單的介紹 因為這些幼藥都是 我們幾千年的傳統 留下來一些很美的幼藥 現代人可能 不懂得怎麼去欣賞它 就是像故宮那些國寶級的陶瓷 它之所以能夠那麼珍貴 都是因為它有獨特的幼藥 就是很美麗的幼藥 這一次的主題叫謙卑謙卑 除了是老師個人的一個特質 他謙卑的精神之外 他也很花了非常多年的時間 做了上萬個杯子 然後選出一千個杯子 透過這個謙卑的這個主題 來做整體的呈現 老師會選到 定現這麼豐富的幼藥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來幸福的民眾 都可以看到 這裡的輸油球 充滿價值的幼藥 將他們團成下來 因為現在 既然對陶瓶有興趣的人 非常的多 學陶人也很多 但是因為 因為幼藥的研究 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跟一些心血 所以我是希望說 以我對陶藝的一些了解 能夠讓這一次的展覽 讓大家更認識 一些美麗的幼藥 一些傳統很不容易的一些幼色 這個電影雖然叫做千杯 但其實老師為了選出 最好的電品 製作了超過一萬的杯子 也讓他整個整頭都受傷 但也讓大家看到 老師對藝術的堅持 雖然是千杯 可是他為了選擇一千個杯子 他其實做了上萬個杯子 然後做到他的手都反擊直了 這個是我們每次展覽的時候 我都覺得對他非常很捨不得 因為兩隻手都是板擊直 然後就是需要去做特殊的處理這樣子 這一次就是杯子嘛 最簡單的造型 但是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要展出一千個杯子 其實少就超過一萬個杯子 然後因為才中間裡面去挑選出來 就是很簡單的動作 可是反覆一直做一直做 就造成板擊直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超過一萬個杯子 然後可以想什麼 最高的一萬個杯子 就不會了解孔直播 我們來到最後一萬個杯子 也是頭部你就是回想 我們生活看到一個黑 Sith 尺寸的中間 以為左女子 三萬個杯子 然後還在這裡 尺寸的中間 等到第二位 然後還在這裡 我 到最後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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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